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4月2号 我们先说一个新闻 昨天好像日本的一个战舰和中国的一个渔船相撞了 但是这个渔船是不是渔船 说不清楚是不是 渔船好像太威武霸气了一点 然后把人家战舰撞了一米多的一个口子 然后中国的渔民 加双影号的一个渔民 真是腰部受伤 这个事儿就是说 我们把它当一个影子来说 这个事儿和钓鱼岛当时是真的很像 首先我们也别太义愤填膺 因为发生冲撞的海域 它不属于中国管辖区域 就算是公海的 所以说我们用一个平常心来看 别被人带来 结果想日本撕拳架什么的 没必要 这个事儿呢 我总体是觉得 反正你说背后没有美国的指使 不太可能 美国 我感觉哈美国是希望把中国在这个时候中日不是走的比较近吗 再给他挑拨一下 他应该是这个思路 我们呢就实事求是的看就好了 就是说在这方面听国家的 不要乱搞 我是这么一个看法哈 呃 然后说说时光磊今天这个傻逼后面报的那些新闻哈 什么要查WHO 查你妈逼啊 我操 说WHO隐瞒了疫情 帮着中国隐瞒 全是你妈了个逼的 人WHO 我估 我是这么想的哈 人WHO看到中国两个月都能控制住 所以说呢 感觉这个疫情呢 没想象中的那么重 谁想到你们这群傻逼呢 能把这个事都能办成那么杂 但我这个事呢 这是我自己的揣测哈 自己的 有没有这方面原因 我觉得还是有的 呃 这个事呢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第二个事呢 口罩被拒 口罩被拒呢 其实好像是 最主要的原因 呃 是标准不一样 最主要的原因 你要真想说的话 我估计就是标准不一样 就能拿到台面上来说 你要说不合格 那中国人用的也是我们自己的口罩啊 对不对 而且换个角度来说 你看看法国现在 这个口罩还在源源不断的卖给他 哎 没说啥呀 是不是 呃 当然还得从 还得再说一下哈 你说中国这些口罩真的都没问题吗 也还不一定 有人发国难财 这个也是石头报的另外一个新闻嘛 就是说 呃中国也开始整理这些呃出口物资了 就是说尽量不要影响我们的声誉 呃这些东西呢 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石头呢 就是喜欢搞大新闻嘛 就是哎 你看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什么 怎么说了 哈哈 你看我们是实事求是的 我们这里面应该是没有掺杂什么政治因素在里面的 有没有掺杂政治因素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美国依然要买中国的呼吸机 但为什么不要你们的口罩呢 我觉得吧 你可以从这个事得出来你的结论 但我也可以从我这个事从这个事呢得出来我的结论 我的结论就是口罩对美国来说 他可以从别的国家买到 你看看 你看看如果说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国能提供检测试剂 只有中国能提供呼吸机 只有中国能提供口罩 那你看 他还要不要拒绝啊 就是呼吸机嘛 呼吸机就只有中国能造 对不对 也说通用也能造 但是他现在用不了啊 是不是 那就算了 忍忍吧 呼吸机还买你们的 口罩呢 你看六个国家也可以给我们提供 那我们就不要你中国的 就是你说没政治因素 鬼才信好吧 包括后面又爆了这个意大利 什么要战争赔偿 什么中国造假 是不是 中国造假新闻 其实我觉得哈 意大利这种民主国家 你别说看共产党了 你看这个民主党看共和党 对不对 你看石头看那些共和党 他都觉得那群人是坏 你知道吧 那你说 到了其他的国家 那有人肯定支持中国呀 有人 有人觉得中国做得很好 那肯定就有人觉得中国 烂透了 这次都应该中国来买单 甩锅给中国 对不对 这个人之常情 你别看石头报这些新闻了 你就觉得啊 我这是真相 那也不是真相 真相远远比我们看到的 要更加 错终复杂 而且他受了很多舆论的引导 这里呢 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没意思 我讲讲就是 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一些事情 但是呢 反而感觉特朗普看不清楚 或者说美国人民看不清楚 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一定要往中国身上来甩锅 我以前觉得呢 都是为选票 是吧 为这儿为那 我觉得他们这做法呢 不是很明智 但今天也是看知乎的一篇文章 这个叫 这位哥们叫任正阳 我就说的 说对了 这个是真说 说到点子上去了 就是说 美国为什么要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和中国的关系搞成这个样子 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个根本原因 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应对 我念一下 念一下 就是说 但他这个文章也比较长 就是说 我们看特朗普 都是像看 感觉闪避一样 毕竟 毕竟你说 你往中国身上推 你能不能活活耽误了两个月 包括英国 你说你怎么往中国身上推 人意大利都爆发了 对不对 而且中国现在也能控制住了 你们怎么 这么重的一个 这么重的一个威胁 你们怎么还让他变得越演越烈了呢 这个东西能往中国身上推吗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今天看了这个逻辑以后 发现 确实应该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说 特朗普呢 他是能看清楚这个事物的本质的 而且他能看清楚美国人的本质 我们做个推论 你特朗普要想维持这个选票 是不是 那你现在面临这个疫情 应该怎么做 首先 中国隐瞒了吗 刚才我一个视频也说过了 中国和韩国 是什么应对措施 你美国和韩国 差不多穿一条裤子了吧 你说中国隐瞒了 那韩国怎么看到的 这是第一个 对不对 第二个呢 你说 中国隐瞒了 你把你特朗普都骗过去了 那你的共和党议员 怎么提前抛售股票 是不是 为什么共和党议员说 这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危机 为什么呀 所以说呢 隐瞒了 中国隐瞒了疫情这种事呢 只是特朗普对外的说法 他太了解美国人了 就是美国人这种自由 民主 这种散漫的性格 是完全没办法克制的 他知道这个疫情的严重性 他知道 但是呢 他没有任何办法 他不可能采取中国的方式 他一旦采取中国的方式 他百分之百是要下台的 所以说呢 为了这个选票 他就不能够封城 不能够采取像中国这么严厉的措施 那如果说不能够封城的话 也就意味着他这个疫情 百分之百是要爆发了 百分之百在爆发的情况下呢 他现在采取的措施 发钱是吧 美国的企业 无限求一 搞放水 美国的老百姓直接发钱 这就一方面 博得了这种 这个美国企业也好 美国老百姓的欢心 另一方面呢 他毕竟是主导了这次 对抗疫情的行动 那怎么办呢 必定要爆发 他必定要背锅的 所以说呢 他只有一条路 就是往外甩锅 你看一开始甩中国 甩WHO 很多很明显的东西 但是呢 他们操控自己的媒体 去给这个美国人 去灌输这些观念 你看现在很多观念 都是非常非常可笑的 但是美国人信啊 美国人是这一套 所以说呢 这么一个逻辑呢 下来以后就会发现 特朗普是真的牛逼 他在这种 错综复杂的局面里面 他选择了 对他最有效 最有帮助的一种方法 但是呢 这个东西我估计啊 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就是你说搞到最后 中美关系会进一步的 受到影响 这肯定的 包括你看这些欧洲 英国看到了特朗普的 这种方式 挺好用的 我们也用 所以说呢 进一步的敌对我们中国 这是坏的影响 但好的影响呢 就是看那个 你看这两天 包括环球日报也好 包括这个观视频也在说 现在疫情大概率的是 失控状态 失控状态 这些钱呀大概率是要往中国来了 而且你这次再来就不像以前了 以前的话 没有这些管控 一加息就回去了 把我们中国留下一地鸡毛 然后泡沫崩塌了 再过来收割这些优质财产 这次呢4月1号出台这个政策以后呢 你想进来可以 想出去就不容易了 所以说 对我们来说 有危有机吧 有危有机 我们能做的就是 还是那句话 踏踏实实的工作上班 然后呢 看见 看见这些 刻意引导民族矛盾的 这种傻逼 我们使劲的怼他就行了 但是呢 也千万别和这个特朗普一样 就是说 走向这种民粹的方向 因为他如果说最终 真的没办法了 真的是要走向民粹主义这条路了 我们有机会 我们还有选择 我们没有必要那么极端 我今天的一个看法 好 这里 谢谢大家